但是我考试考完了呀,我考完了那肯定就不会行的呀,真的是我高一嘛。 有些主科我带回家了,这就是不一本。 但是我考完了,我不得放这儿。 高一已经考完了。 要说黄雨婷身上的玄学是很多的。 去年大家第一次关注这位新科奥运冠军的时候, 就被他家的一件骑士震惊了。 地点在台州黄烟宁溪上镇村, 时间是2016年深夜3点16分, 当时从280米山上滚下两块大石头, 一块在水泥路上,另一块恰好就在黄雨婷家的门口。 至今那块石头也成为了宏祭一石的打卡之地。 石头是2016年8月15,8月15那天滚下来的。 另外,外界还发现黄雨婷自己似乎有些信念, 她的社交媒体仅仅发布了一条信息, 而这条信息发布时间是2024年1月1日凌晨一分钟, 全部合一相关。 在这条信息发布了一条信息发布了一条信息,